不再被贪嗔愚痴所欺骗蒙蔽 圣格昇华如同光明一样 驱散了一切的昏暗不明 所以叫做发光地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文说众生有够无够 与佛法中心定不动 文说众生异度难度 与佛法中心不动 文说法界有量无量 与佛法中心定不动 文说法界有成有坏 有住节有坏节 有成节有空节 成住坏空不动 与佛法中心定不动 文说法界要有要无 与佛法中心定不动 一共十个 十个 他这里头分 成就般若自了 了解佛法的性和相 性相亦如 固执不动 怎么不动的呢 是般若智慧 这叫正心住 一般的 我们说 我们是佛弟子了 三宝弟子 人家毁谤三宝的 在其他的境界 就违法忘身 护制三宝 到了正心住的菩萨 他不动心的 看着平等平等 他没有忧气 也没有苦恼 也没有欢喜 也没有忧愁 就是这样 一切都达到 法平等 了法平等 一切法平等平等 一个有量 一个无量 有量 多呀 无量是没有啊 有量是 长法 无量 是断法 他不乱长二边 占菩提 生死 菩提跟生死 二边 他也不动 不住二边 独显宗当 是菩萨啊 他远离了这些 定心住的菩萨 清静啊 构言啊 都是斗入式的 纵生太多了 难度啊 他都不动 到了第六住的菩萨 正心住的时候 所以他说 对二边法 都能读取宗道 不落段 不落长 不落油 不落乌 这都后头 都经文上说 与佛法中心定不动 与佛法中心定不动 不论 两边的事 印和 不动心 这个心是什么的 是性铁 我们众生心 跟佛学说平等平等的 那么 这位的住菩萨 他就住在这个平等上 就是不落二边 这样的来说 我们来辩论一下 像这位菩萨 住在定心住的话 他还向前进步不呢 他才是住位 还是第六住 他是要力众生 要他所知 要他所知 他知道这个世界 一些入法 是圆成的了 圆成的了 圆 是因而起的 因因缘 缘能生起 他挺起圆 他入的定心 在法体上 有有相的 有无相的 体是无 相是有 他所关照的 所关照的 所谓定心 是定到什么地方 这修定了 定到什么地方 他在这相似 不是正德的 正德到六地菩萨 那跟他六住 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这是定 定 不发心的 就不发心的 没发布的心的 根本不理解 根本不知道 一发心的 一发布的心的 发了布的心的 就相信了 决定了 心跟佛跟众生 无二无别 这个定心住的菩萨 他成就这个了 够和没有够 清静 和乌严 这是分别 感力一众生的时候 他起妙容的时候 那不同了 他从定而起定 除定了 除定了 那不同 在这个大乘教育里 在哪个地位上 他所所有的法相 所的情况 只在这个地 他可以通前 不通后 不通后 因为他得到正心 正心住 住的正心 说一切接不动 但是他比那个拔地菩萨 不动地的菩萨 那又不同了 就在哪个位子 说哪个位子话 那是动不动 就在动的时候 他不动 正心住的菩萨 他是在不动的时候 不动 这一个道理 就是 要众生方便说 大悲大怨 要度一些众生 了了法界性呢 三无一体的 但是 众生不行 众生不了 他了解 他站在众生的立场上 他要法大悲大怨 站在菩萨立场上 没有 祝佛度众生 他是 关键 照见 在众生的分中 苦 发起大悲心 度众生 大悲心 他并不是 随着众生去受苦难 没有 没有 他动众生 咱都经刚经说 不见众生相啊 如果再众生 见众生相 那他就再传地真如了 那就不对了 嗯 因为在 断肠 真简 主要说这么个问题 断肠 真简的 正心住的菩萨 他都不动了 就是不动 不动心 不随着相所转 心不被相转 他就正定 因为他了解法界性了 了解法界性了 没有个量之说 法界性里头 没有个量 没有多 没有少 体和相 他懂得了 体是没有的 相是有的 在有的当中 自在了 在无的当中 他也正弱了 就这么个含义 含义 需要定了 定了 定了 有没有方便散巧呢 利益众生部呢 在五柱上 他都方便散巧 具足了 就是他在方便散巧上头 他不随众生转 所以这个定 是在五柱上头 而且的六柱 正定柱 他在度众生说 不随众生说转 要说他个定 方便散巧 必须得有正定 没有正定的方便散巧 容易落于邪思 就是方便散巧 不能够成立 人不说方便出下流吗 在这些菩萨 他为了利益众生 他可以 不遵守佛的戒律 但是不遵守佛的戒律 他并没犯戒 他就正中 这个道理说起来 很多很多了 每一位菩萨 跟每一菩萨 行菩萨道的时候 那他大悲大怨 是没有限量的 圣法界性的大悲大怨 说没有限量的 他就住在这个上头 并不是悲怨都没有了 什么事都不管了 那叫什么住啊 不叫住 这个要想达到这种境界 正心状 也得修实法 否则 此菩萨应全修实法 全这位菩萨得修实法 何这位是哪实法 正心住的菩萨 一切法无相 一切法无体 一切法不可修 一切法无所有 一切法无真实 一切法空 一切法无性 一切法入患 一切法入梦 一切法无分别 何以过 欲量其心 转服政见 得不退转 无声发音 有所文法 极自开解 不由他将 这也叫什么呢 文思修三昧 听闻的一切法 所听闻的 所了解到的 一切法皆无相 一切法皆无体 无空 无实 入梦 入幻 离一切分别 但是听法不断 常文入肆意 经常听的都是这种道理 听一切法 就是一个道理 一个意 一切法及意 显性体量 理法界的 理实 理实 理实呢 就是实际一针法界 理实 所听闻的 就是一个道理 理实 但是呢 要 思修 这叫什么呢 文思修三昧 文法呢 经过思 思完了就过修 修完了 证实了 一切法 无相无体 等同一位 就是一位 像咱们 吃着这个 一天吃的菜吧 吃的饮食 甜呢 苦啊 辣呀 酸呢 等同一位 舌根变的 喉咙一下去 没有了 没有什么叫辣 什么叫苦 什么叫甜 什么什么 没有了 等同一位 就是这个含义了 用这个比喻了 自性的 像 不可得 自性的 像 自性是体 体所生的像 不可得 幻化无实的 原体住法 是想 思维成的 原体的 住法 不是真实的 是原体的 是吧 真实是什么呢 性空 原成实性 是清静的 凡是原体所生起的 都不是实在有的 它是假住原吗 原没有了 这个法就不存在了 同时显 性本空计 自性本来是空计的 连这个空计的性 也要离开 要有这么一个想 那还不诚实 连切取舍 就是 形容这个定心重 它是 眼镜 一切住法 分别对待 一律都不取 得到什么呢 顺 发隐过 顺着 隐一些法 隐一些法生灭 隐一些法 隐受 他往后进 进到不退住 表示 他要进不退住 这感到 将地里当实地讲 就会 就会配对的时候 就被讲 实地无淫 现在还不是的 现在没到这个位置 这个是 随顺无声法音 还没证得 无声法音 隐可一些 助法 无声 无声法音 隐可一些助法 无声 随顺法性的缘故 无声法音 就是隐一切法 无声 无声过无助 无助过无灭 无声如一灭之相 隐可一个住口的 就是成就了法性 成就了法性 要到真正正的无声法音了 必须得到 七八九地 菩萨吧 从七地上 七八九地 那真正正的无声法音了 就再不退隐了 这是第六住的正心住 前面讲 方便 方便住 第五住 方便住 不能太方便了 第六住 进位时 就进到 一切不动 正心 心不动 住在正心上 第七不退重 佛子 云和为菩萨 不退重 史菩萨 闻为 闻十种法 坚固不退 闻的是 十种法 坚固不退 看来是跟六住相似 这个进了 不退 前面说 人家磅三宝 毁磅三宝 他都不动心 正定 那第七住呢 闻有佛 与无佛 与佛法中 心不退转 前面是正住 不动念 不随着相似转 这个是讲 闻着 有佛无法 有法无法 有菩萨 没菩萨 也是三宝 佛法中三宝 与佛法中心不退转 与佛法中心不退转 与佛法心不退转 现在我们这是无佛时 只是佛 释迦摩尼佛的 末法 或者说 弥勒佛降生 弥勒佛降生的时候 现在我们这是无佛时代 弥勒佛降生是有佛时代 有佛也好 无佛也好 他在这个中间的心不退转 与佛法心不退转 就是与这个菩提道的绝道 不退转 佛就是觉 为了觉法 他心不退转 他已经觉悟了 闻着有佛无佛 有法无法 有菩萨没菩萨 就是三宝 有三宝没三宝 他心里都不退转 闻有菩萨行 无菩萨行 与佛法心不退转 那三宝 菩萨是行使三宝的 就是生宝 是行使佛法的 有菩萨行 没有菩萨行 他心里都不退转 或者闻有菩萨 修行处理 修行不处理 与佛法中心不退转 在三要道当中讲 要处理 要处理 那大菩萨他不处理 他处理了什么 动众伤呢 所以说 有处理 给修行不处理 修行处理 修行不处理 修行处理的时候 断一些烦恼 正菩提 修行不处理的时候 再纵身 断纵身的烦恼 不处理 其实还是处理 所以 听到说 有的菩萨 修菩萨行的时候 修处理法 有的修行不处理法 那在第七宗的菩萨 他心不退转 就不辞掉他的信念 住 住在不退转上 不退住吗 闻过去有佛 过去无佛 与佛法心不退转 闻未来有佛 未来无佛 与佛法心不退转 闻现在有佛 现在无佛 与佛法不退转 就是三次 过去未来 现在 跟诸位的菩萨 料尽了一步 不过他行菩萨道了 现在是六座 第六座 这是第七座 这是不退 不退 不退 闻到印和的 是是非非 跟那个前头的是说 毁谤三宝 我赞叹三宝 毁于不当 这个事 有佛无佛的心不退 相似 闻佛字有进 闻佛字无进 与佛法不退转 闻三世一项 闻三世费一项 与佛法不退转 这段经文就讲 也跟前头一样的 对于三宝 对于三宝 的印识 乃瑞德佛的警戒 对于一切佛法 戒严不退转 都讲不退转 因为 对其中的菩萨 入了无声 这无声呢 无声就无座 无声无座 直到诸法无声 以无座 就是他所知道的 所闻到的法 毕竟空 毕竟空 空就是 你了 把一切事物 都毁到你 这笔正心柱 游进了一位 毁一切事里 都入了你了 使他心不动 心不动 同时呢 他呢 是和理 是就是理 理就是事 理是双限 在他心中 理解式的数据事理 这种道理 咱们现在是 只能说理解了 体会了 我们出发心 出发心 你行菩提道 行菩提道 乃至你能会得 我对一个人 我劝他念 有个阿弥陀佛 在我劝他 这个世上 是及是理 怎么是及是理呢 我劝他念佛的时候 他的心 生起佛 我的心 生起佛 这叫所念的佛 三位一体 那么没有这样学过的 不是这样发大愿 用心的 你劝人念佛 你又没体会到 我你 他中间还有一个佛 三位一体 也没有我能劝他 也没有他这个所劝者 也没有佛号可得 三位一体 这叫毕竟空 这空跟那 顽恐可不同啊 别解释顽恐 顽恐是什么也没有了 也没有劝佛 也没有劝佛 都没有 那就顽恐 这要是 四里无奈 《华案经》的 李四无奈法界就是 他的心 永远不退 心 从礼 从事 心不退 这只说的心 从他的第七处的位 从这个四项的四 从礼法界的礼 礼法界 司法界 跟他这个位 第七处的位 一律都不退 这叫会事入礼 心不动 在礼四双限的当中 其心不痛 不动不退 或者从事 向礼也好 从礼向事也好 礼随事行也好 事入于礼也好 一切皆心不动 不动 这个道理啊 我通俗一点解释 比如说 你入彻的时候 念的静恒品一个照 念个记子吧 大小便时 弃贪臣词 捐出罪法 这个 念的是 文书博士博教授的 惯 是惯 但你所做的事 是不敬的 不敬的啊 这个敬和不敬 跟文书博士博教授的这个 这个是事 大小便是事 其他臣词是礼 在这个事上 表现礼 惯事入礼 这叫惯事入礼 我们说烦恼了 今天很烦恼 或者是外界的环境客观现实 很烦恼 那你不烦恼 把烦恼事 会烦恼为理 我今天做事 做得很不顺利 心要动 不顺利说 心要动 把这事印真了 不能入梦 还保养 也不能把这个事 惯想入礼 那就心动了 烦恼当中 你不烦恼 不烦恼呢 就是这个是事 这个是印他怎么样不随 没关系 在礼上 这个是没有 这惯事归礼 是礼不存在 归于是 是不存在归于礼 这个时候 礼还照样是礼 是还照样是是 两个双线 心不退 也不要转一下子 烦恼即不退 烦恼就是烦恼 菩提就是菩提 而你的心不退 这个 有证实 就像那个 佛要成道 那魔王波寻 现在多少魔女 围绕着 福不动心 这个四还是四 福不动心是礼 心不动工 是这样的意思 说到了这位 照的这位菩萨了 三四一切世界相 他都不退转了 又是啥 他入了五省 这个意思啊 咱们经常是体会不到 咱们要的心 能够到了 看着这些烦恼事 不动念 这烦恼事就请他 烦恼就是烦恼的事吧 心不随紧转 你不烦恼 根本没有事 就像没有事一样 我说杀你脑壳 你慌不慌 烦恼不烦恼 没有事 就紧那杀吧 杀了就倒了 脑壳倒了 没有事 事归事 理归理 理事无奈 理事双限 实际二桌 杀他脑壳是吧 他说蒋头临白印 一事染春风 拿脑壳 让那个刀子一挂 他说像他在春风 刀子在春风里头砍一样 他还业报 还谁业报呢 还梁武帝的业报 他本来是果色 梁武帝请他当老师的 那怎么梁武帝会杀他呢 梁武帝没有杀他 没杀他 他底下人把他杀了 怎么杀的呢 梁武帝要请他去 但是梁武帝请他去的时候 梁武帝这个时候 就是跟他另一个人 跟那个宰相下象棋 下棋 下棋 他事先呢 就请那个 请二主去到 请二主会可大师 到那去 他请教他什么事情 二主来了 来了 没进他这屋子里头来 他得通报一下 底下人到那通报 那底下人 正敢他向前去啊 他走一步去 他说杀 那通报的人 一听到 皇上下了自己杀 他出去了 就下命了 就把这个杀了 梁武帝下完棋了 我老师来不来 他说皇上 你刚才不说杀了吗 把他杀了 他说哪有正事 我下象棋杀 哪是让你杀 但是杀也杀了 但是在那杀的时候 二主做个记载 江涛临白印 一世斩春风 为什么有这种境界 我来证实这句话了 四归四 礼归礼 四就是杀了 就是杀了 礼上呢 他无所谓 杀了跟没杀一样的 杀了跟活着一样的 咱们就不行了 咱就不行了 拿这个形容 这有这柱的菩萨 四礼双限 心不退 从他这个诸位的菩萨 从这个礼 向四的时候 礼随四行 礼随着这个四 这是第七柱的菩萨 他有这种现象 前套六柱的菩萨 有这种现象 有构 无构 或者有构言 无构言 有构言是四 无构言是礼 礼是礼 四是四 或者是构言 即无构言 构言是四 四从礼了 礼成四了 就是叫礼四无奈 这叫礼四无奈 教会其他众生的时候 一个是大悲心 大悲心 一个大自行 悲从自 大悲心要救他 救他得有智慧 用什么智慧来救他 悲 一定得有智慧 大悲心是内 有智慧是出 悲心不出 生下大悲心来了 看众生苦 那度他的时候 想方法 那是智慧 那不是大悲心 那是智慧 说大悲必须从自 自度 自度 这个 可能我们现在一时 还不会能理解 慢慢你多学习学习 就懂得这个道理了 这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 一个是礼 一个是有构 一个是无构 在思想是有构 有构言 在理上是无构 这咱们生活当中 咱们是构言当中生活的 但是咱们学佛学环境的时候 是无构言的 清静的 这个清静 转那个有构的 只在这个时间 咱们这一个多小时时间 这清静的 你心里想的 华言警戒 咱们这讲 方便散桥 正心做 跟着不退做 三个把它合成一个讲吧 就这种含义了 都是对三宝 对三宝 人家磅回三宝 跟站在三宝 不动 正心不动 他这个 风道赞叹的声音 跟着毁谤的声音 平等平等 他心绝不动念 所以他不退 住在什么上的 住在平等性上的 这叫平等性 这个就是 华安经的 经常讲的 司法界 跟理法界的 界限 理事无奈的界限 到了理事无奈了 咱们说行菩提道 悟德 存理 存理 要去做 做的时候 菩提道怎么走 走在菩提道上 这是四 四即是理 我所做的 就是法界性 法界性 就是这个四 四能 先理 理能成四 达到 理和四是无奈的 咱们现在的生活 完全是四 咱们现在的学习 完全是理 我们把我们学习 这个理呀 惯用到我们所做的事上去 这就是四 理能成四 我们那个在那四上 所做的事 献三宝像 我们一切是 一切法威信 入梦 换泡 这 全是归理 所做的事 全是理 说无声无面 入梦换泡 这是存理性的话 实际上都是现实 多用思维 就是观照 般若 现在咱们讲的是 语言 文字 现在你这观照 观照久了 它渐渐就进入了 入的时候 正入的时候 达到十项 但这过程很长啊 一万个大街十万个大街都不晓得 但是这个过程是这样子 一个你从文字 从语言 用文字表现语言了 完了你就观照了 他说这话得想想 你琢磨一下 就是休闲 这叫休闲 就观照了 啊 等你得到了 那你生了生大火 罪业消失 罪业消失 法性立体显现 入了诸位的菩萨了 入了不退座的菩萨了 他是 这菩萨是这样来的 要你自己修行的话 有够啊 无够啊 有烦恼啊 没烦恼啊 这一个显示一个显礼的 在你思维当中 行为当中 生活当中 每天 你都运用好多次 你思想着运用这些 一个是事一个礼 运用好多事 一想到佛发起来 嗯 嗯 佛不叫我们做的 那是礼 那我做这个事 这是事 那我说 不叫我做的 我不做这个事了 把这个事消失了 入了礼了 嗯 因为礼 在显这个事 嗯 但是 这么一讲啊 好像一身化了 这就是你想每天都这样做 嗯 一种的蚊子 一种的 般若智慧上去了 一种观照般若了 又修行了 嗯 你没有这个观想啊 也没这个愿力啊 嗯 所以他就 好像隔着 就像隔着一张子 但是你没通的时候 五隔万从三 等你明白了 就像一捅破了就是了 没明白呀 隔着万从三 说物跟米 就是一面之间 嗯 嗯 前念米了 后念觉悟了 忽然间高兴了 后你烦恼时候 正在那儿很烦恼呢 嗯 嗯 我说你念佛念得高兴了 或者念什么 休息干啥了 嗯 或者一文法了 高兴 没有了 嗯 就是一面间 嗯 迷雾之间一面间 所以说是三四一项 嗯 其实三四是一项 非一项 一项也好 非一项也好 心不退转了 嗯 嗯 地其住 不退住 心不退转了 不再退回去了 不再有疑惑了 嗯 或者听到 佛的智慧 是有劲的 啊 佛的智慧 还有劲吗 嗯 那心里头 习问号 佛的智慧 是无劲的 嗯 不管它 有劲无劲 与佛法中 心不退转 嗯 这里头后的 都有个 与佛法中 心不退转 佛法呢 别想到 佛说的那个 想到佛法 是觉法 在那觉悟 当中 这个心呢 再不退转了 嗯 因为第六咒 第七咒 都有个 心不退转 啊 心不退转 这两个意思吗 做一个意思结 有时候 一柱跟一柱的 一个地位 跟一个地位的 相差没好远 相差没好远 啊 一个心不瞪 一个与佛法心不瞪 一个与佛法心不退转 含义是一样的 是 六咒 跟七咒 五咒 跟六咒 非常相似的 有这相似位啊 没有好大差别的 但是到地上菩萨 不行了 前地不知后地事 三地就不知道 四地是什么事 前地位的菩萨 大概互相知 互相知 今天就讲这里了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童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力藏 水蒙雷蟹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心智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 103岁 感恩 孟参老和尚 一生 演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独众 利乐有请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至业 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 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医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 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 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我是你的守护神 小约翰的爷爷 独自生活在山林里的一间房子里 每年暑假 小约翰总会去爷爷家住上一段时间 他喜欢那片山林 更喜爱爷爷 小屋的院子里 许许多多的鸟儿站在树上 叽叽喳喳地叫着 小约翰和爷爷坐在院子里 爷爷将手中的面包屑丢在地上 那些鸟儿纷纷飞过来 争抢着吃着 爷爷 我爸爸说 要将你接到家里一起住 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 我是不会搬走的 为什么 爷爷 你在这里一个人多孤单啊 和我们一起生活不好吗 有这么多鸟儿陪着我 我哪里会孤单啊 地面上的鸟儿似乎听懂了爷爷的话 他们竟然纷纷抬起头来看着爷爷 然后叽叽喳喳地叫了起来 爷爷笑着伸出了手 有只鸟竟然飞到了爷爷的手上 哎呀 爷爷 他们竟然一点都不怕你啊 当然咯 我是他们的朋友 然而就在这时候 远处传来了砰的一声枪响 鸟儿们听到枪声后 纷纷惊慌地叫着飞走了 枪声爷爷 这里怎么会有枪声呢 看来又有人来这里偷偷捕猎鸟儿了 喂 乔治警长吗 是我 刚才我听到了枪声 应该又有人来到这里偷猎了 你们快来看看吧 爷爷 这里经常有人来偷猎吗 过去是这样的 不过这几年好多了 因为我总会第一时间通知乔治警长 让那些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可是你知道 总有人不那么守规矩的 爷爷 难怪那些鸟儿愿意接近你 原来你是他们的守护神啊 守护神谈不上 我只是他们的朋友 黄昏时分的小屋内 爷爷和小约翰在一起吃着饭 突然传来阵阵的鸟叫声 小约翰扭头朝窗外看去 屋外栅栏旁的大树上 城群的鸟儿在那里欢叫着 他们的叫声真是美妙啊 没错 这种声音在城市里可是听不到的 这也是我不愿离开这里的原因之一 说话间 外面的鸟叫声突然高亢了起来 看来有朋友来我们这里了 有朋友来了 是谁啊 小约翰聚精会神的透过窗户朝外看着 果然不多时 乔治警长朝这里走了过来 爷爷 你怎么知道他来了呢 是我的鸟儿朋友告诉我的 乔治警长怎么样了 偷猎的坏蛋抓到了没有 他不是偷猎的 只是路过这里的时候看到山林里有那么多鸟 一时手痒就打了几只 什么 就打了几只 那可是几条性命啊 乔治警长 你把那人抓起来了没有 他又不是偷猎的 我怎么能随便就抓他呀 不过你放心 我已经训诫他一番 他也保证再也不会来这里打鸟了 你就这么把他放走了 你的心情我理解 可是我没有权利随便抓人呢 更何况这里也没有警示牌说 禁止打鸟啊 嗯 对 我应该制作一些警示牌 想到就做 爷爷制作了好多 写有禁止打猎的警示牌 并和小约翰一起将它们悬挂在山林里 爷爷 我们一起挂警示牌太慢了 不如你挂这边 我挂那边吧 好吧 不过你一个人在山林里可要小心呢 爷爷 你就放心吧 这山林里到处都是你的朋友 我不会有事的 哦 看来你和他们也成为朋友了 那样我就放心了 就这样 小约翰和爷爷各自到山林里不同的区域悬挂警示牌 这时小约翰听到一阵鸟儿惊慌的叫声 难道出什么事了 小约翰看到一群鸟儿从不远处的树林里飞了出来 接着一位拿着猎枪的男人也跑了出来 这么多鸟 看来今天会有不少收获的 住手 快放下你手里的枪 啊 你说什么呢 这里不准打猎 你说不准打猎就不准打猎啊 你管得了我吗 那乔治警长呢 他总能管得了你吧 啊 你认识乔治警长 当然 他是我爷爷的朋友 你的爷爷是老约翰 是的 没错 好吧 算我倒霉 看来他们这些人很惧怕爷爷哦 然而没过多久 小约翰突然听到了一声枪响 哎呀 枪声 莫非那个人并没有离开 小约翰急忙朝枪响的方向跑去 他没跑多远便看到一只大山鸡正在地上不停地挣扎 他的翅膀中了枪 正不停地流着血 哎呀 他的翅膀被枪打伤了 那只山鸡看到小约翰朝自己走来 一边发出惊慌的叫声 一边不停地拍打着翅膀想要逃走 可受伤的他哪里逃得了 你这样会让血流得更厉害的 别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说着 小约翰伸手将山鸡抱在了怀里 那只受伤的山鸡起初想挣扎着逃开 但不久就在小约翰的怀中安静下来 或许他感觉到了小约翰的善意 你放心吧 我爷爷一定会将你的翅膀治好的 你刚刚发现这只山鸡的吧 没错 给我 它是我的 不 它不是你的 我打中它 它就是我的 你这个家伙 还想要捡便宜啊 快点还我猎物 它不是猎物 这里是不准打猎 之前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这里不准打猎 你走 否则我就通知乔治警长 快把它给我 不 我是不会把它给你的 除非你看枪打死我 好 今天算我倒霉 好了 现在你安全了 走 我们回家 就这样 小约翰将这只山鸡带回家 在他和爷爷的悉心照顾下 这只山鸡很快便康复了 爷爷 你看 它好像已经完全康复了 是啊 这个家伙恢复得可真快啊 我看应该将它放回到野外了 啊 可是在野外太危险了 如果它再遇到那个人 要怎么办啊 不管怎么样 它是一只山鸡 不应该生活在屋子里啊 好吧 不过如果它不愿意离开这个屋子的话 那我们就继续养着它 哈哈 它怎么会不愿意离开这个屋子呢 怎么不会呢 一些野生动物被人类救助后 就再也不愿意离开人类 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呢 你放心好了 野生动物的本性 就是向往在大自然里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敢保证 只要我们将门打开 它一定会飞出屋子回到山林的 是吗 小约翰听后半信半疑地将门打开 站在门口的山鸡一愣 接着它拍打着翅膀 一下子飞了出去 很快便消失在了山林中 怎么会这样 难道它一点都不留恋这里吗 故事里都是骗人的 它们根本就不知道感恩 你这话可是说错了 其实它们也是知道感恩的 怎么可能 你看它消失得那么快 至少也应该对我们表示一下感谢嘛 我们救它可并不是为了得到感谢 而是出于对生命的敬畏 哦 嗯 爷爷 你说的有道理的 嘿嘿 转眼间 半个月过去了 雨季到了 连续下了很多天 这让准备下山返城的小约翰非常心急 今天太阳终于出来了 天气放晴了 要是像前几天雨势一直下的话 我都赶不回去开学了 约翰 我看你还是在这里多住几天吧 为什么啊 爷爷 快开学了 我得提前回去准备一下 约翰 这连续多日的雨 会让山上的路泥泞难走 而且充满危险 还是等几天再走比较好 可是如果再下雨的话 那不是更危险吗 爷爷 离开学没多少天了 我真的不能再留在这里了 也对 好吧 那就准备一下 我送你下山坐车 正如爷爷所说 雨后的山路泥泞难行 爷爷带着小约翰 伸一脚浅一脚地朝山下走去 约翰 小心点 别着急 过了前面那座木桥就好走了 哎呀 水流怎么这么急啊 山上的雨水都是由这里流到山下的 连续几天的雨 这水流能不急吗 爷孙二人说着 便朝那小木桥走去 突然 一只山鸡大叫着 从一旁的草丛里 朝他们扑了过来 哎呀 山鸡 哎 这不是我们救过的那只山鸡吗 对啊 真的是它 嘿 你还好吗 然而那只山鸡 却摆出一副如灵大敌的样子 它拍打着翅膀 飞了起来 大叫着 朝小约翰灼去 哎呀 它这是要干什么呢 你这个恩将仇报的家伙 是我救了你 可你却要灼我 快闪开 不要耽误我下山 啊 你这个家伙 到底要做什么呢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前方的那座木桥 轰然塌陷 落进了湍急的水流里 天哪 真是太危险了 我们差一点就上了那座桥 这时候 那只山鸡 像是松了一口气 它叫了两声后 转身便走开了 是山鸡 是它救了我